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Easy Education,我是黄老师 今天要让你们轻松学国语 今天我们会谈论到的课题是 Dua Pulo Simplon Bahasa Brasaskan Angota Baden 也就是20个与身体部位有关的成语 看你会答对几题 第一题,你看到图画有这样 有一个男孩,然后一个箭头指着他的头 然后再看那个石头 所以你的答案应该是 Kopala Batu,头和石头 意思加起来就是固执,说不听 Degil 第二题很简单,先看到一个鼻子 然后这个女生触及不到,也就是指很高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Hidong Dingyi,很骄傲 骄傲的人走路的时候,或者做任何事的时候 头都是抬起来的,所以鼻子高高的,非常骄傲 第三,你先看到这个红色滴下来的,这是什么呢? 是血,然后还有一块肉 血和肉加起来就是Dara Dagi 也就是青生骨肉,是青生的,父母青生的,不是领养的 第四题,你先看到这个是什么?太阳光 然后你再看到有眼睛 那光和眼睛加起来就是Chaya Mother 与光和眼睛都没有关系哦,他指的就是孩子 那第五题,你先看到这女生在拨动她的头发 但是她有个特征,很长,头发很长 再来你看到这个人的头脑,思绪,好像是在动 所以呢,她的答案就是Banjang Agal 你的思绪, Agal, Mind 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很聪明 第六题,又是很长的意思 然后,另一个图是手,这非常简单 长和手加起来就是Banjang,当然,爱偷东西 所以你可以记得,爱偷东西的人 手伸出去,常常都在偷别人的东西 那第七呢,你看她跑得那么快 又是有手,所以快和手加起来是 Jabat,当然,同样的意思,爱偷东西 第八题,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里面的意思,躲在背里面 还有手,里面和手就是Dalam,当然 只很有把握,因为就在你手里面,掌握在你手里 第九题,先看到有手 然后这个猜猜看是什么 它是打开那个窗户 所以手和打开,指的就是很欢迎 就像一个人,看到你来了,他的手开开 就是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那第十题呢,你先看到一个苹果 然后再看到手 所以从这里,你应该可以想到 苹果就是水果 所以果和手加起来就是Banjang 意思是手信 那比如我们在探望病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带一些手信啊 比如水果啊,鲜花这样 十一 这也很简单,这就是脚 然后这是凳子 没得躺的是凳子 脚和凳子就是Kaki Bangku 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不会踢球 那十二,也是有脚,非常简单 再来看到这只鸡更简单 连起来就是Kaki Ayan 指的就是没穿鞋 那十三呢,这是头脑 还有这个是什么 它像是液体一样水水的 那头脑和这样水水的液体 加起来是Ottachari 又是一体聪明的题目 十四 又来头脑 可是这一次和Sya一起 指的是Ottach Udang 那这次指的就是愚蠢哦 十五 你看到这个人在推个大石头 然后推不动的样子 所以是很重 再来还有这个Sing 所以很重和Sing加起来是Barakati 就是不舍得 比如你要留奶奶一个人在Kampong 你很不舍得 十六 又是很重 然后你再看到骨头 那很重的骨头加起来是Barakat 那为什么嘴巴重就叫做沉默寡言呢 因为他觉得嘴巴很重啊打不开不讲话 十八 嘴巴 然后这是一个大大的水缸 那连起来是Mulut Dumbayan 那么这个人的嘴巴像这个水缸这么大 意思是说他不能跟你保守秘密哦 十九 又是嘴巴 然后这只鸟它是喜鹊 也就是Magpie 国语呢就是Mulut Murai 那么这只鸟呢因为它很爱唱歌 每次嘴巴都是打开的 所以人家说你Mulut Murai就是说你很爱讲话 很多话讲不停啊 而最后一题呢 同学们 你看他先用手挡着好像很亮的样子 那么亮再加上心指的就是 Dorang Adi 这是第三题了提到聪明的 那学了这二十题呢 我希望你也变得非常聪明 今天的课就交到这儿送你一句话 不管自己多么牛逼 永远都不要停止学习 同学们我们下期再见吧